8日在金船飛碟聯播網News98新聞部 11名記者全遭資遣工作到25日 就正式say bye bye 其中不發年資超過10年的老員工 飛碟記者委屈證實 前董作張小燕對此事則說 我不知道我今天都在錄影 而未來飛碟News98 及中廣新聞網新聞部發稿系統整合 三家電台共享新聞資源 持續採檢人力 有不願具名的飛碟前記者透露 去年春節後飛碟先裁掉一批編輯 紀念春節後又裁掉一批記者 如今裁掉剩下的11名記者令人感傷